接下来这一组呢,我们的第六组 这部作品呢,是一个 其实是很特殊的作品 也可以说是一部很奇迹的作品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当初他在释出宣传的图 就只有一个网页 上面有一张宣传照的时候呢 大家想说 哎,我们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纯真可爱的魔法少女作品了 没有想到大家都被骗了 包括我在内也大家都被骗了 大家都被骗到 那谁害的呢 有两个人要怪罪他 他不在,所以我可以说他坏话 一位呢,是担任导演的新房招之导演 另外一位呢,是担任编剧的虚言轩编剧 这两位呢,让这部作品呢 很厉害的,就成为了 在这个,现在啊 在2014年 其实2013年等等,这几年都是 说到魔法少女 就一个人说到魔法少女小园 这部作品 在这部作品当中,除了动画版之外呢 也有剧场版 之前台湾也都有上映哦 所以它的人气度是可见的 动画的剧场版在台湾是可以上映的 这是很少的哦 那这部作品呢,其实就像大熊刚才讲到的 它还是一部魔法少女作品哦 故事呢,讲的是一群为了实现冤枉 而被 呃,跟QB签下了 呃,契约,然后 就像是上个诈骗集团的当一样呢 他们必须要讨伐魔女的 这样子的一段 过程 那事实上就是这样 每周那阵子到处大家都说 要不要签约 要不要签约 那阵子先写签约风草 而其中呢 我们两位魔法少女 是今天呢 第六组 亚烟跟多洛西 他们要带来的 一位呢 当然是华盛米小园嘛 我们的主角 陆木园 另外一位呢 是他好朋友 拥有时间操作的魔法 在战斗的时候呢 是使用军事武器 来战斗的一个角色 叫做烘烘舞小美业 今天他们会以 歌舞跟戏剧的方式 来重现剧场版 里面的下段 让我们热烈的掌声 欢迎第六组 亚烟杜罗欣 带来的 魔法少女 马祖卡 马祖卡 虎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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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好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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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